这有一位游客呀 他观察的还挺仔细 他就跟这导游说呀 这门栓 它怎么会在外边呢 那导游更有意思 导游说了 这个里边是灵寝 如果晚上有人在里边 把门能插上 那不是活见鬼了吗 走进古迹讲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今天呀 咱们接着聊聊 这沈阳福灵的后半截 出了努尔哈赤的 神功圣德碑亭 再往前一溜达 就是龙门门了 这座龙门门 跟关内 所有清代帝王灵寝的 龙门门都不一样 它真像一座城堡的城门 并且呢 分三层 它为什么大费周章的 把龙门门设计成这样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在福灵的这座方城啊 它和真正的城墙 城堡是一样的 它不但城墙上设有马道 四个角呢 还有角楼 在这龙门门的城门队里啊 我发现了一件 有意思的事 这个门栓啊 它设计是在大门的外边 也就是说 晚上关门落锁的时候啊 是在外边把门锁上 这有一位游客啊 他观察的还挺仔细 他就跟这导游说啊 这门栓 它怎么会在外边呢 那导游更有意思 导游说了 这个里边是灵寝 如果晚上有人在里边 把门能插上 那不是活见鬼了吗 我一听啊 还真是这么个理儿 在城门内外的四个角上啊 都相有角石 这些角石啊 在中国农村呢 那就是怕别人的车马呀 刮了自己家的墙角子 在这儿呢 肯定没有车马来挂 纯粹就是为了装饰 外边角石上雕刻的画片啊 非常有意思 雕刻的是李月龙门 这就表明了 这初代皇帝努尔哈赤 他越过龙门以后啊 这后来的子子孙孙 才成为了真龙天子 这也能反映出啊 这少数民族啊 他吹牛啊 不是很在行 您看这中原天子啊 初代皇帝都说是出生之时啊 天有异象 都是正经的九五之尊真龙天子 这少数民族的皇帝呢 说自己啊 是李月龙门以后 才成为的真龙天子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啊 这初代天子啊 他出身草莽 皇位是来路不正啊 这里边这两块抱角石啊 他的图片就更有意思了 这个图片啊 看着像个龙 其实不是 这个图片叫易寿闲花 您看这只神兽啊 他长了一只鱼尾 并且他身量啊 比龙要短 他不叫龙 他叫什么呀 他叫摩羯 这种雕刻呀 多出在帝王陵前 在其他地方很少看见 努尔哈赤 弗林的雕刻装饰啊 我看呢 最多的就是这些石狮子 大门口啊 有门狮 在石像生当中啊 也有一对石雕的 比较卡哇伊的狮子 石蓝板的望柱上啊 也都雕刻有石狮的形象 通往龙王殿月台 一共有三组踏舵 每组踏舵的两侧 都有一对门狮 整体看 努尔哈赤 弗林的石雕刻呀 都是非常粗糙的 当然 我们也可以说呀 这是关外少数民族粗犷的美 不过这些石狮子 选材呢 都是比较精良的 而且雕工啊 十分的精细 我看这些石件啊 应该出在 京西大石窝的 御用雕刻厂 还有和关内灵寝 格式不同的地儿啊 就得数这坟拨炉了 坟拨炉啊 是专门给牧主人 焚烧芝麻香克的地方 中原的坟拨炉啊 都建在一个须密座 或者月台上这 这座坟拨炉呢 直接烙在了地下 也就是说呀 这后辈儿孙 要想给努尔哈赤啊 烧点芝麻香克什么的 得跪在这儿 龙温殿的内部啊 与其他宫殿 大不同的地方啊 就得数这屋顶了 这种屋顶结构啊 叫做彻上名造 彻上名造 就是宫殿的屋顶 不做天花装饰 一抬头呢 就能看到整个屋顶 木架结构 喜欢这种装饰格式的人 就说呀 这种方法呀 它显得这宫殿 屋顶比较高 更有威仪感 并且呀 说采用这种方式建造屋顶啊 必须要选用高档的木材 才能裸露在外 不怕人看 其实我倒是认为呀 人家那吊好了天花板 里边也不一定用的都是烂木头 您说呢 这倒真是巧了 前两天啊 我去故宫 五英殿边上的玉德堂 也采用的是这种 彻上名造的屋顶装饰手法 说明这种屋顶装饰啊 并不一定只出现在殿堂之上 各种规格的中式建筑啊 都有可能出现 从这龙温殿拐过来呀 一看这块地儿 那真是够糟心呢 这二住门呢 和十五宫 还有前面这城门堂 挨着也忒劲了呀 薛威的了解点 清朝历史的人呢 都清楚 这皇太极啊 还有后来的嘉庆皇帝 都是大胖子 就他们俩 在这儿给祖宗上坟祭拜 可能都蹲不下 关于这个 还就真不用您操心了 因为这座二住门啊 是嘉庆年建设 道光年才建好 这皇太极跟嘉庆皇帝 这俩大胖子 压根就没赶上 后来的皇帝 从道光开始 一直到宣统 都个顶个的嘎寿 所以啊 在这块地儿啊 委屈委屈 也就将就了 穿过霞长的方程门洞啊 您看见的 就是努尔哈赤 福灵的宝城了 这里边埋葬的 除了努尔哈赤以外呀 还有皇太极的妈妈 孝慈高皇后 叶赫纳拉氏 您瞧 这月眼影背上呢 这幅琉璃壁画啊 那让导游一说 可传奇了 这幅壁画啊 是由15块琉璃方官组合而成的 它的图案啊 是一大盆盛开的牡丹花 雕刻手法 以及烧造工艺之精湛呢 一看就知道是 京西琉璃壁 玉瑶厂的出品 有人就说了 你别老惊喜惊喜的 这努尔哈赤 跟这北京有什么关系 可是他原来呀 没有这幅琉璃壁画 这是康熙年后镶嵌上去的 有人说呀 这十一朵牡丹花 就象征着努尔哈赤以后的 十一位清代皇帝 这上面显示的 是清代十一位皇帝的寿数 您看这七顿盛开的牡丹花啊 它象征着那七位 活过五十岁的皇帝 他们是皇太极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道光 还有宣统皇帝 这两朵半开的呢 是活过三十的 分别代表着咸丰皇帝 三十一岁 光绪皇帝 三十八岁 这两朵没开的 象征着得天花死了的 那两位皇帝 一个是二十四岁的顺治 还有一个是十九岁的同治爷 您听我这么一说呀 您就知道 我肯定是不信这个 要不然也不会啊 刚一说到这块影帝的时候 我就把自己个的活给刨了 直接就告诉您 这块影帝啊 它不是努尔哈赤时期的产物 而是康熙年间后见的 不过咱们不得不说啊 这故事啊 它编的挺圆的 挺好玩 挺有意思 可是呢 这个故事啊 要让我编啊 这块影帝 您无论是放在明朝的灵前 还是宋朝的灵前 我都能按照这本朝 给您编一个历史小故事 得嘞 这福灵啊 我就给您介绍到这 下回啊 咱们继续往东走 咱们到赫图阿拉 去看看那的永灵 那地方 埋的可是 努尔哈赤的爸爸 爷爷 乃至老祖们 咱们到那啊 再去讲讲 这厚金 努尔哈赤的故事 您要是乐意听 就在这留言区啊 告诉我一声 长按点赞啊 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我是您的好朋友 昆仑刘石 喜欢我的频道呢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 为您讲故事的 唯一动力 今儿咱就到这 明儿见了您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